偶然先在微博上看到了一张肖亚轩的照片,第一反应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她的脸已经完全不是以前我印象中的那个她了,虽然剧场还在,但脸已经没有了辨识度,虽然整容这件事在娱乐圈已经非常普遍了, 但作为肖亚轩曾经的歌迷,小编还是觉得更喜欢以前那个笑起来甜美的她,每次一提到肖亚轩这个名字,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男神收割机,众所周知基本上肖亚轩的每一个男朋友都是高大帅气又得精的男神级别,就算是圈外人也都有着丝毫不输于明星启致的俊朗外表,虽然1979年出生的肖亚轩已经年近40岁了, 但是这也完全不影响,她们轻松俘获小鲜肉的芳心,肖亚轩平时是一个比较低调的明星,但是网友们普遍对她的评价都比较高,除了有很多首好听的歌曲之外,她还有一点很圈本,的就是她是圈内外公认的最佳前女友,肖亚轩的恋情一直都是备受外界关注的话题, 她在圈内广为人知的两段恋情一样是和台湾明星王阳明,另一样则是小鲜肉客震动,王阳明和肖亚轩的恋情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两个人2003年,在朋友举行的派对上相识,之后因为对彼此都很有好感,便很快发展成为恋人, 当时王阳明生活中心在美国,肖亚轩在与她热恋期间,不惜放弃很多工作机会,特意飞去美国陪在男友身边,在我们已知的肖亚轩的所有恋情中,王阳明也是与她交往时间最久的一位男友,两人交往大概三年后分手,网上有消息爆料趁分手原因,是因为王王明低腿,但肖亚轩否认了这一说吧, 她称之所以会分手的原因,主要还是两个人性格上面不太合,很多事情上都会有分析,与很多分手后就互思或者老死不相往来的情侣不同,肖亚轩与王阳明分手后,依然以朋友的身份相处,两人还曾在一起录制了康熙来了,并且一同出演了微电影《100分的稳》,肖亚轩另一段最受欢注的恋情,就是和柯震动之间, 相差12岁的姐弟恋了,当时正是柯震动凭借电影《那些年报红》后,不久便爆出了与肖亚轩的恋情,很多粉丝表示肖亚轩是老牛吃嫩草,不过肖亚轩并不在意这些,和柯震动的恋情也很是甜蜜 后来两人不明人因分手,柯震动还曾在个人社交网站上暗访肖亚轩,虽然被网友扒了出来,但肖亚轩并没有理会这些 在之后,柯震动爆出负面新闻时,肖亚轩还曾在微博上公开力挺,可以说是非常大度和暖心了 与肖亚轩相比,柯震动明显逊色了好几个等级,虽然这两段恋情都没能收获好的结果 好在内心善良的肖亚轩一直都有仁爱,能够在前男友被误会劈腿时站出来否认,也能够在被不成熟的前任暗讽后暖心力挺 肖亚轩绝对是当之无愧的灵差亭最佳前女友,希望肖亚轩可以早日生活真正的幸福